一招开炮的马拉松赛事 选手在开幕40 正好通过终点 为蓝宇一年一度 全乡运动会揭开序幕 28号在蓝宇也由国小登场的赛事 各队选手努力争取好成绩 甚至还有70多岁的选手 身穿传统服饰参赛 与年轻人一较高下 我们的蓝宇的传统 因为我们是自己蓝宇的气泡 不是采荒的气泡 所有种类型的要保持 他们就 全校运动会分为国小组 国中组以及社会组 进行各项田径赛项目 顶着炎热的天气 选手们卖力地为社区 争取最佳成绩 不过因为是否来与捕捞飞鱼的季节 不少选手在前一天夜间捕捞飞鱼后 隔天又来比赛明显体力不足 非常的辛苦 因为晚上还要抓飞鱼杀飞鱼 然后回去的话 大概都是一两点多结束 给一天要比赛 真的体力消耗得非常的大 一年一度的全乡运动会 是蓝宇岛内重大活动之一 不少族人为了争取好成绩 都会从台湾回来参赛 今年度返乡来参赛的族人 却不比以往 比赛精彩程度也跟着下降 有族人表示 希望比赛内容可以做调整 来吸引更多里外族人返乡参加比赛 原始新闻小马迪大师调动来采访报道